临下低温抱着小孩的难民妇女没有外套 有的人脚跟露在外面明显军烈 披上慈激之工送来的毛毯笑得好开心 来自台湾、新加坡、德国、意大利、奥地利 还有塞尔维亚当地之工 绕行500公里来到塞尔维亚两处难民营 基金达与松伯尔送来预寒物资 有位难民小朋友特别引人注目 虽然右手用纱布包扎 依然热情协助擦桌子挂布条 12岁的阿富加斯达尔来自阿富汗 因为我们喜欢你的社会 我希望你帮助你 因为我需要付钱 我喜欢你 契公们好像耶诞老人 送给小朋友巧克力还有帽子 这里虽然没有耶诞树 但是爱与分享的耶诞精神 却是一样充满 有了坚定支持的力量 难民委员会成员也忠心期盼 这些难民新的一年 有更美好的未来 大约新闻真上美志工 塞尔维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尔维亚 小写真的不符合 因为我们可以预防 这些东西